If I had started saving money, then I blank able to take a vacation like this now. 它说呢,If I had started saving money, then... 好,来,各位,这边呢,有一些线索,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最清楚的就是假设语气的if连接词,对不对? 后面接的过去完成式,八九不离十 它是一个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对不对? 在看到它给我们的时间then那个时候 那它也是一个过去事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呢,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句子,这个子句,由if所引导的这个假设语气呢 它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子句 好,那接下来呢,很多同学想说,啊,那我知道了 这个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所以呢,我另外这个主要子句呢 就是要写一个word后面接PP 所以我们答案选择第一个A,对不对? 当然不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题目 好,它说呢,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后半段 这个主要子句 它说呢,I blank able to take a vacation like this now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时间呢? 前半段的时间是属于过去式的时间 后半段的时间是属于现在的时间 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一个句子里面的时态怎么会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现在呢? 这是合逻辑的啊 当初如果没有你帮忙,我今天现在就不会成功 当初你有没有帮我?有 那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过去 所以呢,当初如果没有你帮忙 那个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今天,现在我就不会成功 我现在成功了没有? 我会这么讲就表示我现在成功了 所以呢,我现在就不会成功 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所以呢,这是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 前因一定是发生在以前 导致现在的结果,对不对? 所以呢,发生在以前的前因 我们要用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 那与现在相反的结果呢 我们就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句型 前半端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 后半端却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 那怎么去判断? 从它给我们的时间附词 我们就可以来断定它是否是这样子的一个句型 好,所以这个句型这样讲解之后呢 题目呢,就相当的清楚了 他就说呢,假如当初啊 那个时候当初啊 我有开始存钱的话 那一直存存存,存到现在 我就能够去度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一个假期 这样子的假期,什么样? 假期呢,搞不好是五星级的假期 但这题目没有讲,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呢,搞不好 假如当初我开始存钱 一直到存到现在 我现在就能够,就有这样子的能力 可以去度一个像这个样子的假期了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答案呢,不可以选择第一个A 那要选择哪一个呢? A,选择would be 好,那为什么要选择would be呢? 那是因为它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那既然与现在事实相反的主要词句 各位还记不记得啊 要用would,could,should,might 或者是ought to 后面再加上一个原型动词 那我们知道能够 它是be able to 所以be动词的原型动词就是be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要写would be OK?好,所以这一题题目 如果我已经开始赚钱 的话,如果我开始赚钱 的话,我会能够 得到一个游戏 像这样子的